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从现代的健康报告来看 很多人在进入50岁后 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 可以明显地看出差距 甚至有一些人群在50岁以后出现了各种疾病 就横然了头疼 其实早就研究表明 50岁向上的人群是很多疾病的爆发时期 也就会提倡中老年人注意养生 多关心自己的身体 以此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或许能拉近与长寿的距离 有份研究也得出结论 表示55岁到65岁是未来健康的关键期 要抓住这十年 在此期间 如果能做好一些事情 可帮助延长寿命 养好身体 为啥55到60岁是长寿的关键十年呢 这份研究已经给出答案 此研究被发表在了《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就是美国研究人员 对国家的很多个种族中 50岁以上的妇女 进行的长期追踪观察 时间长达20年 在观察期间 发现55岁的女性健康水平并不算太好 呈现的是下降趋势 且表现得极为明显 因此 在进入55岁后 应该尽力去弥补 需要抓住55到65岁 这个十年关键期 这个时间段是从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 如果能做出一些调整 有助于延长寿命 为未来的健康打好基础 而且在这十年当中 身体上也会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不能及时调节 就会容易给未来健康带来引化 不利于长寿 无论男女都应该重视这十年 为接下来的晚年生活做足准备 因此 在55到65岁这十年关键期中 需要牢记一些准则 其实就是坚持做一些有利健康的事情 以及不要做不利健康的事 简单来说 就是要做到三药 二不要 三药指的是啥 医药 饮食均衡 有肉也有菜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总是会偏听偏信 听说年纪大了 饮食应该清淡 减少肉的摄入量 就开始坚持吃素 肉一点都不沾 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并不合理 饮食清淡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肉了 而是应该合理地去吃肉 再者说了 清淡的意思是少加入各种调料 尤其是油 盐 糖的摄入量 会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还会增加肥胖几率 正确饮食应该是有肉也有菜 均衡的搭配才对 二药 提高健康意识 重视体检加学习高发疾病知识 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全缺第一 而他们的长寿秘诀之一就是健康意识足够的高 而且是全民的健康意识都很高 都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当然 政府也在为提升全民健康意识做努力 就是在各个城市设立健康管理中心 方便民众体检和学习各大疾病的知识 也会给出一些健康指导 要知道 预防疾病 先要了解疾病 才能针对性地去预防 况且全面地了解相关知识还能提高体检的效率 可做针对性的筛查不仅仅是常规体检 三药 动静适宜 久坐和过度运动不提倡 年纪大了以后不是说不能运动 也不是说过度地去运动 应该学会动静适宜 该出去的时候别总赖在家里 适度地出去运动和交际有利于身心健康 要知道 一直坐着躺着不利于人体代谢 颈椎腰椎也是受不了的 要适度地运动 就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去制定运动计划 建议是每周至少运动150分钟 每次至少30分钟 可以分5次进行 运动项目则是主要以油氧运动为主 二不要又是什么 不要吃得过吧 年龄上来以后 肠胃功能会有所下降 牙扣也会退化 如果想要食物充分被吸收和消化 不给肠胃增添负担 就需要调整饮食习惯 不要吃得过快 要细脚蔓延 这样才不容易吃得过吧 减轻肠胃负担 也不会增加肥胖风险 对心脑血管健康也是有益的 不要烂补 都说到了中老年要学会养生 才能为未来的健康做好基石 可养生也是有学问的 不是说盲目追随大众就可以的 毕竟有些养生方式 或者说一些养生保健品 并没有那么的神奇 大多都是夸张说法 如果只是盲目的追随 不能理性的去分辨 就很容易过度补充保健品 过度的去养生 很容易给身体打了损伤 达不到真正的养生目的 观察或研究长寿人群 会发现长寿之人的共性 值得了解和参考 有两个共性值得了解 一个是基因 一个是心态 对于基因这个因素 是不可改变的 一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 有些长寿的人是生来 就携带长寿基因 或者携带一些 对抗某些疾病的基因 也是能够增加长寿的几率 而心态这个问题 是很多人都不能做到的 现在社会有太多的诱惑 如果想要的太多 心态就没办法平和 就更别谈心态乐观了 而很多长寿之人 大多都活得比较自在 心态都会比较积极乐观 很少被琐事烦扰 也就能够活得健康长寿一点 这样的人免疫力也足够强大 你是不是介于55到65岁 这个关键期呢 如果你已经到了关键十年期 希望你能做好以上几点 坚持坐下来 身体早晚会收获到回报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